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Mao,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作为欧宏第一大国,德国的外交官,落方意图 他让一个非洲国家驱逐他出境 给的时间很少了,只有48小时 48小时,跟我走 那是什么国家呢?就是诈德 诈德,我们之前说过了,台湾地区就叫查德 就是这个前法宿殖民地 诈德呢?现在西方就很担心的 为什么呢?说他太亲俄了 说他太亲俄了 所以这次被人驱逐,会不会有关俄罗斯事呢? 其实就不关事的 德国驱逐乍德大使,克里克,被乍德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任务 48小时,跟我走 我们正在做节目时,不知道他走了吗? 刚刚收到最新消息,这个德国 说他刚刚回了德国 刚刚回了德国 这就很担心吧? 诈德外长安纳迪夫就说 是呀,刚刚他回去了 也表示是 欢迎他走,不是欢迎他来 而且他们是搭发行走了 诈德政府要求德国驱逐乍德大使 克里克,限时48小时一定要走 为什么呢? 就说他太度粗劳 高高在上 这个好像之前很多 对 的西方 领导人去到 非洲都是个个都这样说他们 是 很多 就说不遵守外交惯例 不过 有没有什么进一步说明?他说没有 好,那诈德政府的一位部长 就跟法新社说 因为他们都是前法属殖民地 所以就跟那些 差不多语言,因为他们的官方语,阿拉伯语和法文 就跟法新社说 不怕跟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赶他走呢? 就是 这个 克里克 又是这个 干涉我们内政 而且过度干涉诈德的国家治理 另外 他还涉及 是发布分裂性的言论而受到批评 其实 之前诈德 不是说 不给他机会 他说 已经很多次警告他 不过真是忍无可忍 德国外交部当然是支持自己人 诈德政府驱逐 外交官的理由 简直是不可理喻 完全不可理解 不敢 他们 就说 这个又是 出身论 因为现在的总统 是叫做 代比 伊特洛 他就由 21年4月开始掌权 他的爸爸 原来 在乍德 是 统治了30年 他就说 独裁者的儿子 肯定都是独裁者的 这样说 说什么呀 这个 是西媒说的 不是官方说的 西媒说的 我就问你一个现实 现在他是不是 这个国家的 真真正正领导人 是的 说真的 你又催他不仗 要么你就出兵 你敢不敢 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敢 因为 诈德 对于 整个欧文来说很重要 记得我之前说过撒下纳地区 撒下纳地区有某宗教的极端分子 究竟 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 之前 这些非洲国家 经常政权更叠 你知道政权更叠 肯定是有所谓的 极端人士说很有机会 那我们出来 抢回地盘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这么乱 不敢 原来 这个欧盟感到不敢言 因为他们担心 如果得罪了诈德 他们在打击实核地区极端人士来说 对欧洲具有战略性意义 如果他放远手脚OK 很简单 有没有那些极端人在你那里 其实 就等于土耳其那样 你现在得罪了可以多案OK 如果我 在五月份 大选我继续做 他说明美国大使绝对进不了我门口 还有我相信他真的做得出的 到时又是叫拜登出来拆了 这位 代比 伊洛特 的老爸 其实在诈德统治了30年 2021年 他在诈德北部前线考察的时候 受伤就离开人世 现在诈德的军政府最初承诺 就是18个月内选举 去年10月 现在的总统的权力 又被延长了两年 德国和欧盟这些国家 对诈德何时可以恢复民主表示好关心 你可以表示关心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他真的放软手脚你都挺害怕的 因为 好像 21年的时候 诈德 刚才我们说 代比的老代比 去当地 探望那些 对抗 半军的官兵 在冲突当中 他是受伤太重了 而没有了 而没有了 那你也要小心点 你也要小心点 那现在当然了 为什么 有没有发觉 这些非洲国家反而 不多怕西方 有 反而来自 亚洲的 比亚洲的 就好像是神 但这些反而是 不理你这么多 因为他们受过苦 他们受过苦 科普一下 大家有没有听过 瓜分非洲 Scrambles for Africa 其实 就是指 七个西欧强国 在短时间内 是指1881年 到1914年 几乎瓜分整个非洲 在1870年之前 非洲只有一成土地 是被欧洲势力控制住 而到了1914年 就快速增加到九成多 只有埃塞俄比亚 是保持独立 历史 学家就称这个 新帝国主义 所以 这个列强 瓜分非洲事件 当然 亦是令到 今时今刻非洲人 是没办法原谅 这个 欧洲列强 所以 为什么 你看到 这个诈德 都是 不怕你 根本 觉得你 不要搞搞震 那当然 你说这位 代比是不是独裁者 他老爸做了这么多年 你都可以这样说是 一个强权 但是他的儿子 究竟是不是这样 OK 我当他也是 他也是 OK 他也是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他是 不会被你干涉他的内政 你要么就跟他硬硬硬 但是你又做不到 现在就被人赶走 是的 你就被人赶走 其实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当然 西方当然 想想想办法 把 他们所谓看不惯的政权 把他推翻 但是你又推不回 最后可能搞到自己很大事 好像 说回乍德 在法国殖民 扩张之下 法国殖民者 在1900年就建立了 炸德国家及 保护国军事领地 直到 1920年 法国已经取得炸德的全国控制权 殖民地时代的炸德 并没有统一的领土政策 现代化进程很慢 法国人主要是将炸德作为一个劳动力的来源 和 棉花的来源地 到 1929年法国开始在当地大规模生产棉花 炸德殖民政府 是 人手严重不足 并且依靠来自法国本土 能力最差的那批官员 你知道这些能力最差的官员 他的管理就很粗疏的 当地那些人的遭殃 炸德境内 只有南部管理得比较好 所以那些人说 我最记得那些 龟英派就是 是殖民把文明带给别人 你说什么呀 他不是毁了很多文明吗 什么 这样都说出的人 都不是人 那炸德 北部就大事了 北部和东部 其实是有名无实的 殖民、殖府 是忽略 教育制度的 当然那些人的文明水平很低 即是指现代化文明水平很低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法国就将炸德列为海外领地 伦地居民 是有权选举法国国会 议会代表和炸德人民 议会议员的 当时最大政党 就是南部的炸德进步党 到了196年 在托姆巴巴爷领导之下 就从法国那里 独立出来 托姆巴巴爷成为首任的 总统 当然 他们这些国家 因为之前 根基打得不好 而且很多资源被人掠夺了 大家互相争赠资源 很麻烦 有内战 所以这些国家 永远都是很难管治 很难管治 亦发生了很多 不好的事件 所以 你说 他们怎会对西方有感情 很难有感情 当然你说 英国治理香港治理得好 香港人没努力 其实这件事相互相诚 我觉得就是 是 是吗 当然德国 现在你就 不 只要周末落高 就被人赶走了 也没办法 还有我相信其他的 主持都说过德国复活节 有些示威 其实 就是说 其实他们就说是要 以谈判方式结束 战争 你看这些西梅衰格 说什么呢 不行 他居然说 和平示威都是背叛团结 哇 真是够恶 这个德国物性真是够恶 就说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就是对团结的破坏 完全好像无视他们的通胀之苦 对 你敢说 背叛团结 我想问一下德国 是否和乌克兰同一个国家 如果按照对家的逻辑他也敢说 喂 我们才是德国人 我们才是德国人 其实 索尔茨做的事是很正确的 你看到索尔茨 最初 都不敢和 这些 疯狂挺污派 即波兰 站在一起 其实德国和法国是相当聪明的大国 你看到他们 最搞笑的 说回法国 有一段 原来是被人删除了 这些西方媒体 法国有一段说 欧盟可以单靠美国 原来有些西方媒体 在 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可恥 最搞笑的 其实Raymond Wong也说过 有节目也说过 就说 欧洲必须避免捲入 美中在台湾问题的对抗 其实这句话有什么错 就说他内药 陆媒现在起了 内药 为什么不支持台湾 一定要支持你 其实 喂 最搞笑的 他们经常说 中国大陆 干涉我们台湾内部事务 那你是不是干涉 法国的事务 很浪费 总之对你们用的 你就是 不断这样说 其实 马克龙说的有什么错 欧洲是不可以 什么都在美国 他说的有什么错 其实他说 欧洲要加大 这个向 战略自主步伐 才可以令到欧盟成为真正的第三大 第三个超级大国 我觉得真的没错 但是我觉得很难的 因为你有立陶宛 有立陶宛 有爱沙尼亚 有 波罗的海三国 永远都不听你说 亦都有 波兰 始终你有东翼国家 我都不想这么说 但是东翼国家 你可以说 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够强大 够多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是拖后腿 如果是 对 但是他们 另外一个雨线盘 是什么呢 东欧 做一个援冲区 其实西欧也是这样想的 做一个援冲区 他们顶一顶 反正国有所吹 国有所吹 不重要的 但是呢 自己做好自己的职责 就像这位 德国驻乍德大使 你可以说他是独裁统治 什么都好 但事实上他 现在在法统上 他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位阿哥 是否也预了 说得出 就有机会被人 踢走 我觉得他预了 但他想不到乍德会真的做出 你以为你自己真的很声誉 说他老实话 这些就是 其实说真的 你会发觉 在我们的 看这么多的新闻当中 很多的国家都是不卖西方那套 是有些什么都 紧跟西方 甚至他们说的 看不到 最好有个KOL 他 以前坐在老肖旁边的人 真是过分 你分享给我的图 他说什么 黄那些就是什么 什么 他说得好像很高尚 其实我觉得 有什么颜色都一样 最重要 他说什么 黄色经济圈的思想是普世价值 你是不是傻的 以前 阿布泰是不是 这个 龙门客棧 人血章是不是 对 他说 蓝圈是 吃喝拉碎 我不知道 蓝圈反正 有些都是这样 他说得这个没错 第一个我就不同意 大家都 五波而已 说到自己这么高尚 还有很多是你们觉得人家是什么颜色 两边都是 都是 说人家是什么颜色 其实我觉得 真真正正 总结一句就是 真正商人的普世价值 就是做好自己的生意 Quality is king 就是这么简单 质素是最重要 是吧 你说这些 赚钱才是最终价值 没错 当然你的 产品 你的食物 做得好 自不然是有利益 有卸自然 没错 对 不是说 黄色蓝色的老闆 他靠 不过他是有钱的 这人是很有钱的 他一直都有钱 所以 所以他说到下巴轻轻 最记得 三个月就 要回去 就是说那个 什么生活 什么生活 哦 他说 难道你 三个月 和你 老婆吵架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离婚吗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对吗 还有 他说的 你移民有得选 有些 他说什么 老爸老母的 老爸老母有得选吗 没得选 所以 这些人 都是为了说而说 说句老实话 他说 移民三个月后 不适应就要回楼 结婚三个月 你不合陈要离婚吗 有些人是这样的 参战两三个月后 不信你就去投降 你付出的代价 你再承受 不承受下去 还有刚才你说 他说移民三个月 就要回楼 最主要不是 不是多少个月的问题 是你去之前 没有想清楚 对了 刚才想说 其实 他说 结婚两三个月 不合陈 一样 你没有想清楚 他说不合陈 这个词我 不对 或者有艾薩 就对你 不合陈 不合陈已经定了 即是不行 对吗 生小孩两三个月 不习惯就不要 这个 这个你可以选吗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男方或者女方都是 生小孩 好像生活越来越差 不行了 还有 这个 就是 这个 就是你自己 刚才你说的 就是 你要考虑清楚 现在 那三个月 什么生活先生 他就是没有考虑清楚 所以 我觉得 没有考虑清楚 如果他真的走 其实他选了一条容易 路比隔壁更好 我说真的吗 对 月早 怎么说 斩揽 将你的损失 降到最低 你硬一两个在一起 加吵屋币 然后有小孩 可能小孩受的负重 是 所以说 是的 最搞笑就是 要迎难而上 千斤淡子两肩挑 这样才是人 人生正倒 之后 真的是人骂 因为他太离地了 有人就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是个个好像你这么好条件 在香港找够钱才过来英国 每个人环境不同 你有贵资格指手挖脚吗 回你黄色经济圈 当然这些肯定 叫他回去 叫他找毛主席 那些支持者 什么叫他 这个 二英港人群组三宝 一定出齐 所以真是好笑 之后他的支持者就说 什么 几穷的人 都有 来自中国 去其他 通过灰色地带 去欧洲 都这么说 现在少了很多 有多少 真心说 其他国家的反而多 是的 你找些最极端的 浪费了 说真 什么生活都是很极端的 老实话 他两次都没有想清楚 第一可能 想清楚 小英 第二 其实我觉得 他也是 我早都以为 这个是 这个是 愚人节 原来不是 是真 是的 我也打算是愚人节 因为那天刚好是4月1号 但他已经是真了 是真了 可能 搞大龙 可能会是空的 是的 不知道 反正 这些我们说过 不是不让你移民 也不是逼你走 你自己想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一直都告诉他 你先想清楚 没错 你不是自己 狗一条 狗一条 是一家大小的 是的 不是个人 像你这么有钱 别人都会说 是吧 就这样 拜拜